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把它拍扁 下来我们来调一个鸡的腌料 盐鸡鸡粉一勺 盐半茶匙 糖半茶匙 一小勺的芝麻香油 然后把这调料啊 轻轻的把它捞均匀 再把刚才拍碎的姜融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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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来调一个捞鸡所用到的调料 加入半茶匙的盐焗鸡粉 半茶匙的糖 半茶匙的盐 因为刚才捞有底味了 所以不需要加入太多盐 倒入一勺芝麻油 一勺花生油 一比一的混合 现在把这两个油烧滚它 接下来我们要用热油激发出它的香味 看一下我们顺德捞鸡所用的配料 我把这些捞鸡的配料以文字的形式列在屏幕上方 蒸制的时间已经到 我们把盖子打开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鸡皮要撕出来啊 先把它的鸡头砍出来 再把它的翅膀砍出来 接下来我们把这整块鸡皮把它撕出来 鸡皮像这样撕出来 好了 把这个鸡皮像这样完整的撕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屁股尾的给它修一下 把这些油脂啊 把它割一点出来 是这个鸡肉啊 把鸡肉全部撕出来 好了 撕完这鸡骨胶不要扔掉啊 这个可以来煲汤的 把它撕到一个小碗里 撕成像筷子大小就可以了 把撕出的鸡肉倒扣在盘子上 鸡皮切成像这样的小块盖在鸡肉上 最后把这些配菜碟 足以的围在鸡的周边 我们的顺德捞鸡就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捞它 屁股拿开 头拿掉 来 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倒进去 接下来我们开始捞它 接下来我们开始捞它 我们来试一下它味道怎么样 它的捞鸡非常的清爽有味 它有点像吃鱼生 只是它是鸡肉 这个视频拍摄和制作 花费近两天时间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的视频 请帮忙收藏评论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最后我们下期再见